南投县议会近日上午召开第十九届第七次定期会议 会中多位议员针对本县各项议题都相当关心 首先县议员张家哲针对社区C级巷弄长照站等相关议题提出许多建言 张议员表示许多长者每天都期待到社区参加C级巷弄长照站 期盼县府能够拟定相关措施 让每个里都能够有C级巷弄长照站 并且能够做十个时段 这对于长者来说每天都有地方可以去 小孩也比较放心 最后再请教你一件事情 另外还有很多健康的长辈 他们每天都非常期待到我们这个社区的C级点 当然最好就是每一个里里面都有一个C级点 然后这个C级点都可以做十个时段 就是说礼拜一到礼拜五早上下午中午用餐 我想对于长辈来讲 对于我们这些小孩来讲 他就非常放心 长辈白天都有地方可以去 如果以这样子来讲的话 未来我们南投县政府或中央的经费补助 如果以这样子的一个据点 他每年可以收到多少的政府补助 县议员赖燕雪也针对长照服务来提出许多建言 赖议员表示 现今许多民众对于长照相关服务相当不了解 因此期盼县府能够多加宣导 让政策更落实 将长者照顾得更完善 在这个老人的议题 不管是老人的乘车 老人的照顾 长照的落实 一定要透过视频多加宣导 希望让更多的县民了解长照的好处 让我们的这个老者能够安居乐业 老得有尊严 所以燕雪在做这个长照服务 在关心长照服务 我发现真的有很多县民 乡亲是不了解的 所以多加宣导 让我们的政策更务实 那在这一方面要拜托我们的社会处 在品质方面也是要把关 要把关 在今日定期会议程当中 县议员张家哲赖燕雪 都针对长照相关议题 来提出许多的建言 也期待县府能够重视 拟定相关措施 造福宪明 记者邱品俊 南投县议会采访报道